哈囉 大家好 我是Kathryn 歡迎回到頻道 今天是俠客風日專前傳的第五十集 那我們就來繼續吧 那我們上次呢 在這地方 跟這位... 那個誰 那個誰 跟他拿到了聰明劍法的前半段 但是獨獨缺了 童仙共死這個招式啊 所以那我們是不是要前往駐街山莊 把這遺漏的招式給他找回來呢 真是星庫綠啦 希望你可以畫悲憤的力量 成為絕世高手 我會努力提升自己的實力 希望有朝一日 世界能親眼於我 一定會的 加油啊 生脈表氣餒 好吧 那我們走嘍 那我們好像要去駐街山莊拿到東西的話 前提是隊伍上要... 喔 那個誰 不是那個誰啦 不是隊伍上要那個誰 是... 我剛才想的那個名字叫什麼 對 傅正涵 隊伍上要有傅正涵 才可以拿到那個童仙共死 所以我們可能要先去把傅正涵找入隊吧 那傅正涵上次有提到說他會在杜康村等我們 那我們去杜康村看一下吧 看說是不是把邀請入隊 然後呢 我們就必須要踢一個人啦 因為隊伍滿了 怎麼辦呢 我們要踢誰呢 恩... 其實每個人都很不想踢 可是我們還是得有所取捨的嘛 因為真的沒辦法 那當然啦 就是... 恩... 三個主角當然是不能踢的嘛 然後小燕子也不能踢 因為要投東西 然後是要帥跟認帥呢也不能踢 因為是我的私心啊 然後呢 諺語也不能踢 因為為了他提升閱歷功能 其實我們的閱歷像默默有98點了耶 不過還沒有用 因為想說需要就再用好了 之前就是亂點了很多閱歷嘛 有點可惜 所以現在我都好好存在耶 不敢亂用 而且目前累積到98點了 其實真的還蠻多的 然後楚慧的話呢 我也蠻喘他的耶 我覺得他大概是我 所有女角裡面最喜歡的吧 應該是 對啊 所以我也不可能踢到楚慧的啊 所以呢 眾多取捨之下 看只能踢掉的人就是呢 不動囉 真的很對不起他啊 超不想踢的 因為想要帶他環遊世界 可是呢 就是沒辦法耶 因為必須啊 去到一個人才能加進來一個人嘛 所以我們只好暫時把不動 請他離隊囉 對啊 好吧 沒關係 我們先去杜抗村 然後再請他離開囉 那我們就走吧 那我們就直接前往杜抗村吧 我們去把附陣喊繳入隊伍 然後好像杜抗村是不是有任務啊 好像是 好 我們先走囉 那我們來到杜抗村囉 哇 杜抗村其實 有點充滿回憶耶 對啊 我記得之前我們要杜抗村的時候 小子還出來幫忙那個女仙耶 我忘記那個詐騙集團的女仙叫什麼名字了 對啊 不過小子那個時候還是女扮男裝 然後還挺身出來保護那個女仙耶 結果後來發生是詐騙集團 對啊 好吧 我們來看一下吧 這邊有沒有什麼新的任務呢 杜娟姐姐 好 這裡呢 這裡好像都是一樣耶 這裡面呢 這裡面我們看一下喔 看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 好像沒有 好 這裡呢 你大娘怎麼了 對啊 大娘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了嗎 怎麼了 怎麼一直哭泣啊 你一直哭 誰知道發生什麼事啊 菁姐不要這麼兇啊 你這人怎麼這樣 你挑大娘已經這麼上心了嗎 對啊 其實我覺得啊 我真的覺得上次的菁姐對草惡華的反應 卻讓我昨天難過耶 因為菁姐跟小子 專打情罵招也不是一天兩天啦 其實度過了還蠻長一段時光了 所以我覺得菁姐應該多或多或少 對小子有點感情了吧 然後對啊 然後怎麼可以挑草惡華去 有種 行動的感覺呢 我真的覺得這樣 真的對小子感到很 為小子感到很不捨耶 對嗎 真的是菁姐啊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希望你是一時的怦然行動 不是真喜歡人家 對啊 好吧 雖然這個也不是我們的干涉啦 有時候誰喜歡誰 也不是相處可以換來的 都是一種感覺 一種觸電的感覺吧 其實有時候有這種一見鍾情的事情耶 有時候第一次見面的人呢 你也會對他更有感覺 不過其實感情這種東西真的很難講啊 有時候在你身邊啊 陪伴你很久的人 或是跟要培養感情很久的人 其實你對他的感覺啊 有時候不見得能比得上 就是你一眼見到這種心動感覺的一個對象耶 對啊 這種事情真的很難說的 其實感情真的是 需要種衝動啊 需要種火花 需要種chemistry 需要一種化學效應 但感覺對了好像是對了 真的是 無法培養來的啊 也沒辦法就是感動來的 對啊 我覺得感情如果是感動來或培養來的話呢 真的有時候比不像那種 一瞬間的火花耶 只是我的一點小小的想法 好我們繼續吧 誰經濟啊 我沒有掛你的意思 只是說 為小子感到很不捨啊 對啊 好吧 李大娘 嗯 還在哭 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 谷哥哥 不如我們去問問附近的人吧 我想他們一定知道是什麼 好吧 別哭了 我們去幫你 該不會是酒都被鳳建坦喝光了吧 是很傷心嗎 沒東西可賣了 好看一下喔 有沒有什麼新的任務呢 這邊 這裡有新的事情嗎 這個還是一樣的 好吧 那麼離開囉 這邊呢 這邊這位先生 他好像長得也是一樣的欸 對啊 這裡呢 唉 出事不利 出事不利啊 只是陪了夫人又遮兵 怎麼了 釣不釣魚嗎 那這邊呢 123 還在涮酒 那 這邊呢 雙胞胎 兄弟 他們長得好像也都是一樣的欸 對啊 這個呢 沒有什麼話 奇怪 他們有人就要理大娘的事情嗎 喔唷 雞塔 可憐喔 李大娘就是每個兒子 上個月不知道在洛陽犯了什麼重罪 就要被殺頭了 哇 這麼嚴重喔 李大哥為人敦後 怎麼可能犯下足以殺頭的重罪 這其中必然有什麼誤會 那傢伙連殺隻雞都不忍心 總不成還能殺人吧 唉 大郎那孩子 我們從小看著長大 實在不像是會犯愛的孩子 到底怎麼回事啊 大家也不相信 這位大叔 請問你可知 知道此案的內情 誰知道呢 要說不信 大郎前日突然上來的信 卻是明明白白寫著 孩兒不孝 鑄成大作 問斬在即 什麼 那會怎麼回事啊 老孫啊 我好想念我們家布人馬 接下來可以有多暢快 喔這個想的一樣 好我們去這裡看一下吧 這裡 有什麼不一樣的對話嗎 沒有 好吧 那外面呢 這裡酒莊我們剛剛看過了嘛 這是薯酒那個人 奇怪 傅健涵在哪裡啊 這個掌雷是一樣的 都要奇怪 傅健涵在哪裡 他不是說他會在杜康嗎 怎麼沒有看到啊 之前找不到傅健涵蹤影欸 那算了 我們先撿那個喔 搞那個李大娘哭的那個任務好了 喔 還是好傷心 大娘 您一直哭下去會把身子搞垮的喔 哇 喔 傅健涵出現了 咦 你們是蕭谷谷月軒 還有荊棘 還有 咦 賣酒李大娘發生了什麼事 怎麼哭得如此傷心 李大娘的兒子犯的事要被問斬了 怎麼可能 我常來李大娘的酒四喝酒 李大哥我見過好幾回 個性忠厚老實 甚至可以說是怕失的老好人 絕不可能犯下要被殺桶中罪 到底怎麼回事啊 我也這麼認為 但直到現在 我都為了問明李大哥犯了什麼罪 我的兒子啊 他絕對不可能做出這樣的事的 嗯 你好可憐喔 李大娘你先犯快心 李大哥的為人大火都清楚 我記得去洛陽打聽打聽 如果李大哥是被冤枉的 我一定把他救回來 副兄事態緊急 不如我們兵分兩路打聽打聽 好 副某先行一步 我們洛陽九四再會 原來這個李大娘的任務 是跟附近韓綁在一起的喔 好吧 那我們去洛陽囉 那我們該重何查起呢 只有想不到 自己的方法 自然是去老生問一問當事人 紫玲說的是 我們若能見到李大哥 自能明瞭真相 如果李大哥洗刷冤屈 也更能知道該從何處下手 但他現在算是重刑犯 其實能說見就見了喔 別擔心到這邊瞧我的吧 請你們一定要救救我兒啊 我們會盡力的喔 好那我們去洛陽幫他問一下吧 看一下到底怎麼回事呢 你看我們的李大郎 到底有沒有做壞事呢 我們去一探究竟吧 那我們就直接前往洛陽出發吧 在這裡 啊對了 在出發之前呢 我突然想到啦 我們大師兄 天下那兩掌好像十重了 對喔 那我們就試了練一下其他的啊 我們看一下我們要練什麼呢 目前的話 可能是內功要進挑細選 因為快要滿了 那五水的話應該還好吧 我們要練什麼呢 虎鶴雙心腿 天山者沒手 龍象波爾弓 如影隨心腿 凌飛金 少林鐵布山 感覺練 師傅給的不會錯吧 天山者沒手 如果沒記錯的話 應該是師傅給的吧 練這個感覺應該不會錯 對啊 聽師傅的話應該沒錯吧 要不然我們練這個吧 好我們練這個 喔我們身法不足 需要15點 哇 古月睡下先法才36喔 那我們存願力就是要拍下用場啦 那我們就來用一下吧 雖然今天覺得好心痛啊 一口氣用掉到30幾點 可是感覺就是這個時候來用的啊 那我們就來用吧 好我們就這樣囉 那我們把這個吃下去 然後就來修煉囉 天山者沒手 在這裡 好其他人應該沒有滿的吧 沒有 好就這樣囉 那我們就去往洛陽城出發 那我們來到洛陽囉 那我們直接去問吧 看看犯人 到底怎麼回事呢 我們去大佬找像李大郎囉 然後復健好像說他在洛陽酒室等我嘛 我們先去大佬打聽一下消息好了 然後再看怎麼樣吧 這裡 老大 敢問官爺 最近可以為李大郎被關押在此 沒有沒有 衙門種地 不是你們這種小老百姓可以進來的 快出去 這位官爺是這樣的 李大郎是我們失散多年的親哥哥 我們好不容易尋到了他的下落 結果卻聽說他犯了事被判了個斬立絕 還請官爺行行好讓我們漸漸親哥哥最後一夜 原來是這樣 可我們這兒還真沒聽出有什麼李大郎 你們確定他被關在這兒 欸 李大郎不在喔 這樣啊 那我們再去打聽打聽 知道了有些奇怪 李大哥竟然不在牢裡 我們該不會排斥禮布吧 不太可能 按慣例 尚未到達的處決之時 古龜哥 我覺得此事另有蹊跷 怎麼說 渡康村大叔曾說李大哥是上月被抓 這個月面傷來的信說即將問斬 他犯下的可是殺頭大罪 因為我吵刑律如此大罪難道無需層層上報 等到查明判行件事確認之後 也不可能這麼快變結果 更別說直接判個斬立絕 提醒關節我可真是想不透 嗯 說的也有道了耶 想那麼多做什麼 居然是在洛陽犯的事 我們不如去市場打聽打聽 那裡的人潮最多 消息自然也傳的這一塊 傻弟弟的主意不錯 難得聰明了一次 挺著什麼眼神 可別老把我當笨蛋 阿姐經過這日子的練練 情勢可是越發成熟了 師父就知道定人相當興奮 你們小囉嗦快走了 阿姐不好意思了嗎 好 那我們去市場面問問看囉 你看你到底怎麼回事呢 有誰知道呢 這裡 菜籃大道 好 阿姐這個呢 最近有很多外國蔬菜流入的中土 什麼番椒番茄的 咦 什麼番椒番式的 但我還是喜歡自己種的青椒菜跟大白菜 近青菜又先前 這個呢 指揮客官不是搞錯了吧 你們多去打聽打聽 近來放了大案的可只有那錢萱 在周末葵葵之下打死了陳孝樹的兒子呢 錢萱怎麼那麼耳熟吧 喔 他不是那個杜康村那個人嗎 是吧 大哥確實沒有聽說過李大郎犯了什麼事 我老他會騙一個小姑娘不成 阿 不然必須告訴你消息的人看錯了 咦 那我 我怎麼突然間覺得 事情可能是這個樣子阿 就是錢萱呢 他不是杜康村的低皮流氓嗎 然後大地主 他可能威脅李大郎說 如果你幫我頂替 當這個替死鬼的話呢 我就把你的媽媽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李大郎就只好幫錢萱去當替死鬼了嗎 誰還自己寫那一封書信回去跟他媽告別 是這樣嗎 我怎麼感覺可能是這樣阿 看錯這麼大的事也能看錯 可別說還真是有可能看錯的 那錢萱略樣貌都和李大郎有幾分相似 有些歪的人不清楚 認錯人也是有的 錢萱會跟李大郎長得像喔 自田老闆 你說李大郎性子拘禁 看來不是容易犯事之人 又不是那利布尚書的敗家子 什麼敗家子 唉 路養成誰不知道那利布尚書前起的敗家子 錢萱才是個禍害 錢萱正式不作不是僥借名副 必須欺壓老名 像那賣豆腐的照娘子 應久幾分姿色 平日裡總是被錢萱糾纏 我也好些日子沒有去看到他了 唉 可是那個賣豆腐的不是老公回來了嗎 對吧 錢萱聽話有些手心 師兄我們是不是見過 嗯 是那日洛陽白馬寺 啊原來是那傢伙 早說了 那日實在不該輕易放過他 此人如此感到妄為 難道無法可管 那可是利布尚書的兒子啊 誰敢來多管錢是 嗯 這當官的每一個好人 哼 他有這個賣字畫的 你不是要收購什麼東西嗎 欸對啊 我不是見過要收購東西嗎 還是在這裡啊 這裡還有人嗎 這裡 這個 不是啊 這是他 奇怪 好吧 算了 用具有拿到一個藍廳序 好像是他要的吧 可是他沒有反應啊 李大師 你從哪聽來的 也是被別人給騙了吧 賣酒的李大 我雖與他不熟 卻知道他性子最是溫和 怎麼可能辦事 不過你證明說 我倒想起來 進來都未曾看過李大 不知是不是回鄉了 據大叔 不知你最後一次 教李大哥是什麼時候 這倒是沒印象了 我還要回家他們母親了 說來這幾月連那趙娘子 也沒來世紀走動了 一個爛個的都是怎麼了 奇怪 不知那趙娘子又是什麼人 那趙娘子是一個寡婦 他那李大似乎挺熟忍的 我那日還看起來 帶著趙娘子的兒子上街呢 所以前身不是拿他媽媽威脅他咯 是拿趙娘子威脅他嗎 不知道咧 感覺事情越來越明朗咯 你說李大哥被關咯 追客官寧可別說笑咯 李大哥可是個大好人 他怎麼會被人抓 我們原也不信 李大哥為人啊 可是比我從牡蠣中尋到珍珠還真呢 這洛陽世紀中不知道多少個女孩子想駕隔了他 可不是怎麼的 他偏偏雲的照亮寡婦走得近 原來如此 這麼受歡迎啊 客官君要不要來玩魚面 我們今天來想打聽一下那賣酒李大郎 竟然是去犯了什麼事 李大郎那人的犯出個什麼事來 倒是那要前上書的兒子 和前上書的兒子為了跟賣豆腐的寡婦爭風吃醋 結果前上書的兒子打死了對方 被刑部判了個死刑可真是大快人心啊 果然 可能事情真是像我想的那樣啊 對了谷哥哥 我們要把酒館找副公子 交換一下鼻子 收集到消息 好我們走 對阿果然喔 父兄弟可我打聽到什麼消息 父某言怒探問凡是認識李大哥的人 沒有一個鄉親李大哥那班老實員 會犯下殺頭的重罪 也未曾聽說官府帶走李大哥 究竟怎麼回事我可真是不懂了 我們打聽到的也真是如此 連衙門中任也未曾聽聞收邀了李大哥 且不說李大哥不可能犯下重罪 即使真犯下大案子 我們走遍的洛陽又怎麼可能無人知效 谷哥哥 當然是趙寡婦還有個基本關心的人 前宣吧 哼 為了你說話能不能別百萬莫早啊 我問你 我們在城中將要打聽不到 關於李大哥的關押之事 甚至連棺材跟未曾聽說 那麼你說那份家書會是誰給的呢 這 我也未曾注意這點 虧得子靈心氣 沒錯 若李大哥未曾犯事 將這消息傳回村中的人 竟然與此事大有關聯 喔 所以我媽拿回那封信囉 前的信中內容有條文裡 甚至有幾份文采 一個將殺頭的老百姓竟如此冷靜 可真是奇怪 哼 所以是寫假的囉 李大哥紮性艱難 為了做生意才認得了幾個字 學了些記上的法子 一位姑娘所言 此心定然也不會是李大哥所寫的 所以當務時期 需要先找到趙娘子 與此寫清之人的身份 好 那麼還是分頭行動吧 我去打聽趙家娘子的下落 那我們便回杜康村 查清楚此心的來源 好 那麼下次來繼續查探新的來源囉 我們今天晚上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請幫幫個讚 分享留言 還有 別忘記訂閱追求最新消息喔 感謝收看 掰掰